本中倒入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加适量清水 六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即可 最后撒上烧烤 豆腐这样做 比铁板豆腐还好吃 炸路边摊 马上就过年了 炸东西时一定要试试 这个又香又脆的炸香菇 比肉都好吃 本中倒入一袋酥肉粉 加适量清水搅成酸奶状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煎饼粉 即柔软劲道 营养又美味 鸡爪冷水下锅 加姜片料久煮15分钟 捞出过凉水 加蒜末小米辣 柠檬香菜 抓匀腌制20分钟 准备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即可 这样做的小酥肉外酥里嫩 放凉了也不会回软 少许盐和食用油 这才是青菜翠绿不发黑的 半中放蒜末 辣椒丝 用热油酱香 白酌菜心好不好吃 最后淋入白酌汁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调配好的此字酱 其他调味都50分钟 放鸡胸蛋 再煮鸡胸肉对半切开 再用刀背拍90超过水的排骨 鸡胸蛋 好吃的关键是这包红烧料